一等再等 粵澳防疫常態化下 放寬人員來往管制 終於有重大進展 本澳居民今天起 進入大灣區內地九市 可以免集中隔離 不少居民已經預約申請核酸檢測 今天即可出慣 受訪的居民都表示很開心 而且核酸檢測過程順利 半年了 很開心了 我今天申請 我申請核酸檢測過程順利 順利 很快的 不是有很多人 我們兩點兩鐘會有少人 你覺得那裡的預約可不方便 都挺方便的 都方便 是 你覺得指示很清晰 即月馬等級的方式 清晰 幾清晰 深情了 可以出去那樣開心 很多人 很難逆 部分居民都希望可以儘快通關 回鄉和親人朋友相聚 他們有表示 回內地會做好防疫措施 保障自己和別人 回鄉走走 等朋友們吃牙瓣 等姐妹吃牙瓣 大陸保護自己也有大口罩 少一點接觸 太多人 目的是回去見家人、小朋友、爺爺、奶奶、老爸的人 很久不見 做好自己的安全設施 戴好口罩、要近洗手 不要去密集的地方接觸人 自己要自以誠心 澳門有今天的防疫成績得來不易 雖然兩地政府放寬人員通關往來 但是大家設計不要鬆懈 做好個人防疫 謝謝大家